小田在今年1月发长文指控自己遭到老公宋先生家暴 同时也提告对方宋先生被依伤害罪起诉 不过南方也随即对小田田凡提出伤害告诉 认为双方都有动手 两人已于2月召开调解厅 会后南方向媒体表示自己已撤告调解结束 但关于其他调解内容就无方便公开 因为宋先生已经撤告 所以地检署也在3日争结 对小田田做出不起诉处分 至于宋先生的伤害罪 如果小田田也选择撤告的话 那宋先生就不用进入审理程序 也不会被判刑 两人将不会有诉讼纠葛 不过目前小田田没有说明自己有没有打算撤告 让外界相当关心 而绫子��原来自7日的伤害 到 Vad了 于宋先生的伤害 最后有什么死都 Not 可以等下给你ographic目兹吧 您的决定迢